猪肉 这个真的很明显比较不甜 最后铭鱼终于有燕麦的香气出来 这款其实我真的非常好奇 他考试非常非常地浅 这个比较吃不腻 这家名店的笙吐司 到底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那什么是笙吐司呢 然后他们在吃的时候 就是在做三明治的时候 可以不需要回烤 然后吃起来还是一样会很柔软 所以生吐司它蠻重要的一個元素 它就是非常的柔軟 這款是所謂的不老吐司 我猜應該就是 我在猜不老可能跟老麵會有關係吧 你看它皮這邊稍稍微有一點點韌性 不是那麼容易被撕開 要稍微一點點力氣才會撐開 QQ的 跟那個其他吐司都不太一樣 搗進去的時候它會有一點點化開的感覺 還蠻單純的一個麵粉香氣 看這個是有沒有 超特別的 嗯 拿一片哇真是好厚喔 這款標榜它的封面就寫減輕負擔 然後上面就直接是delete 把它切一下 我們就是大概這樣子把它撕開好了 還蠻細緻的 這個皮其實沒有那麼像我們傳統以為的生吐司那樣 就是非常的細軟 它就是介於一般的那個吐司跟生吐司中間 最後尾韻吃到最後的時候 終於有燕麥的香氣出來了 所以你可能剛開始入口是蜂蜜 然後越咬越咬到後來已經快要結束快吞完了 燕麥的味道就開始慢慢的出來 還蠻特別的 好那這一款其實我真的非常的好奇 它烤色非常非常的淺 然後摸起來非常的淺 好這個其實它沒有烤到完完全全的上色 它沒有烤到什麼上色 所以你看壓下去的時候 它就不太會再回彈 我真的很好奇這個味道 超軟的 這是 我覺得它有一個特別的甜味 然後它也有一個特別的香氣 然後這個香氣其實是我可能不太 不是這麼樣的熟悉 是非常的柔軟 再來是YAMAZAKI PREMIUM 你其實這樣聞 已經有一點點賣香的味道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濕軟耶 真的是超濕軟的 你們在撕的時候可以感覺出來 其實這吐司便是非常的軟的 非常的細軟 我覺得有奶香味 還蠻特別的 它比較甜 然後它有一個 不知道是奶香 還是說是鮮奶奶的香氣 聞不出來 但是你吃的時候 它又有一點點 越嚼越帶一點 蠻有趣的乳香味 而且它那個乳香比較像是 牛奶糖的那種乳香 好再來就是Tree Spray 我們剛剛在測試的時候 也覺得它也是偏Q彈的那種 來試看看 你看 皮也是稍稍微有一點點韌性 在撕的過程 也是Q的Q的 Q的 Q的 來 真的 跟布朗土是有點像 然後這個其實沒有那麼甜耶 這也不太甜 對 這個炒色應該是要鮮奶油 那種蛋默酥帶出來 好吃耶 這個比較吃不膩 真的 這比較吃不膩 好這款是日香的 然後帶有永遠香氣的 單純吃裡面白色的部分 一入口馬上就是龍眼 太明顯了 我聞的時候比較是龍眼蜜 它奶油香就漸漸有一點帶出來 這款就是有奶的囉 它摸起來 真的是稍微比較細滑的那種感覺 你看這個撕起來的感覺 就沒有像剛剛那麼樣的Q 你看齁 試一下它就斷了 香氣比較跳躍一點 就是它比較容易凸顯 就有一口吃出來 那香氣就 掉出來 這個是GEMOTO的 好 那這款是沒有加蛋沒有加奶油的 所以你看齁 它撕起來的感覺 就是會比較像是傳統的那種吐司 然後屑屑會比較多 這種它如果又是沒有蛋沒有奶 然後其他東西又不是很明顯 它很容易吃出來就是單純麵粉的香氣 所以我在猜這個部分 它有一部分就是小麥的味道 然後再來的話它發酵香氣 也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你就是沒有奶沒有蛋 好的 這一款就是有乳香味的 又奶又甜嘛 這個小孩會喜歡 我覺得 它那個乳香很明顯 它應該是用很好的那種香 這款還不錯吃 難怪剛開始大家會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很多台式麵包 其實也是味道有些都還蠻甜的 那應該小孩 這應該接受度還蠻高的吧 這個呢是 和吐司裡面的 就是有加乳香味的 怎麼大家都有加蜂蜜 你看齁 這也是非常細軟型的那種 細軟型 這個奶味比較溫和 然後最後一個 一股散發出來的一個 發酵的一個香氣 這是它的招牌 就是和吐司 覺得這也是有點軟中帶Q耶 這個真的很明顯比較不甜 然後瑋芋乳的味道 我猜不出 我想不出這是什麼味道 我覺得這些麵包 其實真的都蠻好吃 而且更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香氣也不太一樣 口感會有些不太一樣 我覺得濕溫度都非常的好 然後很好吃 然後很好吃 好 好